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 UDP协议详解 那么通过这节课呢 我们将会了解 UDP协议它是什么 以及它有什么特点 那么UDP协议呢 它的全名叫做 User DataGram Protocol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 用户数据报协议 这里面呢 重点是这个数据报 那么什么是数据报呢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 那么UDP协议呢 前面也介绍了 它相对于TCP协议来说呢 它是一个简单的协议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会学习到 这个UDP协议 它简单在哪里 以及呢 我们在后面 在学习这个TCP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来对比的 来看这个UDP协议 它到底是怎么简单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先来了解 什么是数据报 那么数据报呢 是UDP协议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数据报 它其实指的就是 应用成它所传输过来的 一个完整的数据 那么对于这个数据呢 UDP协议 它不会对它进行任何的处理 它不会给它合并了 再传输 也不会把这个数据报 进行个拆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应用成 它提供了这么简单的 这么短的一个数据 那么把这个数据 给到这个UDP协议之后呢 UDP并不会把它做任何的处理 它会直接的把它封锁到协议里面 然后把它传输出去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来看到 这个UDP协议啊 它的长度 主要是由 应用成传输的数据的长度 所决定的 应用成给它的数据 越长的话 那么这个UDP的数据报文呢 就越长 而如果说这个数据很短的话 那么这个UDP报文呢 它的数据就会很短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UDP协议 它位于这个协议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张图呢 相信同学都已经很熟悉了 在下方呢 是这个数据 链络成了一个数据帧的一个格式 那么这里面的IP数据报呢 是对于这个网络成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格式 那么IP数据报呢 它可以分为这个IP的首部 对吧 以及这个IP数据报的数据 那么对于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传输层呢 这个传输层 它所位于的位置呢 就位于这个IP数据报里面的数据这个部分 那么这里面我们所学习的UDP协议呢 它也分为这个UDP的首部 以及UDP数据报的数据 而这里面的数据报的数据呢 主要就是应用层 传输过来的直接的一个数据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UDP协议 它位于的一个位置 它是位于这个IP数据报里面的 同时它的结构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有这个UDP的首部 以及UDP的数据 而这里面的数据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数据报了 那么数据报呢 它其实就是应用层传输过来的一个完整的数据 UDP协议不会对它进行任何的处理 它会直接的把它封装到这个UDP的报纹里面去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个UDP的首部 那么这张图表示的就是UDP的首部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UDP的首部 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四个部分的数据 分别有16位的这个原端口号 16位的这个目的端口号 16位的UDP长度 16位的这个UDP校验核 那么端口号呢 是前面我们所介绍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端口号 它标记的是使用网络的这些进程 通过端口号 我们可以分辨出不同的 在使用网络的这些进程 那么这里面的16位的原端口号呢 它表示的就是原机器使用网络的这个进程 那么16位的这个目的端口号呢 它表示的就是目的机器 它正在使用网络的这个进程 而对于这个16位的UDP长度呢 它表示的就是UDP这个数据报的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呢 是包括这个UDP数据的 那么这个长度的最小值呢 就是8 8个字节的意思 也就是仅包括这个UDP的首部 那么这个教员核 它都检测这个UDP的用户数据报 在传输中是否发生出错 剩下的呢 就是这个UDP的数据了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头部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UDP的头部 与这个IP的头部 进行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UDP的头部 它确实是非常简单 那么包括后面呢 我们把这个UDP的头部 与这个TCP的头部 进行一个比较的话 我们也会发现这个UDP的头部呢 它是一个简单的头部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个UDP的特点 我们会对这个UDP的特点 进行详细的介绍 那么首先呢 第一点就是UDP呢 它是一个无连接的协议 这里面重点词是这个无连接 那么什么是连接 什么是无连接呢 这里面我们先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假如说我需要和你进行这个电话的通信 那么在电话通信之前呢 我需要拿出手机对吧 拿出手机拨出你的电话 那么这个呢 就相当于建立连接的这个过程 那么把电话拨通之后 就相当于说这个连接已经成功的建立起来了 那么建立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电话里面进行通信了 而在电话通信结束之后呢 我是要把这个电话给挂断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把这个连接给结束掉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有连接通信的这么个概念 那么UDP是没有连接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UDP协议啊 它在进行通信的时候 它并不需要提前的建立这个连接 也就是说 不管是计算机A给B发送数据 或者说B给A发送数据呢 它都不需要提前的建立这个连接 只要在想发送数据的时候 它直接就把这个数据发送出去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UDP 它是无连接的协议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UDP 它不能保证可靠的交付数据 这里面关键词是不保证可靠 什么意思呢 因为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UDP呢 它是无连接的一个协议 也就是它在发送数据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显发就发的 那么它无法保证这个数据 在网络中是否有丢失 即使有丢失的话 它也不会感知到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UDP的这个头部啊 它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因为这个头部简单 所以呢 它其实也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机制 来保证这个数据 可以可靠的到达对方 所以呢 这里面的UDP呢 它不能保证这个数据在网络中是否有丢失 即使丢失了 它也不知道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第二个特点 UDP它不能保证可靠的交付这个数据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属于UDP 它是面向于这个报文传输的 那么这个报文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学习的这个数据报了 那么数据报呢 它其实就是应用成它所传输过来的一个完整的数据 那么对于这个数据呢 UDP协议它并不会进行任何的处理 它会直接的把它塞进这个UDP协议的数据里面 然后呢 把它发送出去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说UDP协议它是面向报文进行传输的 那么以致相对的呢 就是TCP协议了 那么TCP协议呢 它不是面向这个报文传输的 那么在后面 我们也会对这个TCP协议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UDP的第三个特点 它是面向这个报文进行传输的 它不会对报文进行任何的处理 而是直接的把它塞进这个UDP的数据里面 然后把它发送出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UDP的第四个特点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UDP它没有这个拥塞控制 拥塞控制 那么什么是拥塞控制呢 这里面我们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我们把这个网络看作是一个公路网 那么我们知道对于公路呢 对于马路来说呢 这个是有拥塞这个概念的 如果侧流多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这个公路的拥塞 那么其实网络也是类似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网络的拥塞 那么UDP没有这个拥塞控制呢 意思就是说 UDP协议它不会感知这个网络是否拥塞 那么不管网络是否发送拥塞呢 它都会尽量的把这个数据给交付出去 也就是UDP它不管这个网络是否发送拥塞呢 它都会把这个数据交付出去 给这个网络就完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UDP 它没有拥塞控制 第五个特点呢就是 UDP呢它的首部开销非常的小 首部开销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UDP的首部呢 它其实只有四个关键的内容 分别是这个原端口号 目的端口号 以及这个数据长度 还有这个纠线盒 那么这四个部分呢 就构成了UDP的首部 总共呢也才八个字节 因此呢这里面的UDP的首部呢 它的开销是非常小的 那么在后面 我们也会对这个TCP的首部进行个介绍 那么在TCP的首部呢 我们就会发现 TCP的首部有非常多的内容 因此呢这里面 UDP相对于TCP来说呢 它的首部开销是非常小的 那么这个就是UDP的第五个特点 好的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了 这里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主要呢是包括两个部分的 第一个部分是对这个UDP协议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UDP协议呢 它是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 以及它在网络协议站的一个位置 对吧 然后呢是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UDP的特点 那么这里面我们介绍了五个特点 那么这五个特点呢 就是UDP协议的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那么通过这五个特点呢 相信我的同学都已经对这个UDP协议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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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